好,我們看看這條怎麼做 現在就是有一個四邊形要找 x 我們就用 angle sum of polygon 的式 就是 120 度加 x 加 60 度加 110 度 就等於邊的數目或者角的數目都可以 就是 4 減 2 再乘 180 度 原因 就是 angle sum of polygon 左邊就算 就是 120 度加 60 度就是 180 度 再加 110 度就是 290 度 再加 x 就等於右邊 360 度 x 就是 70 度 好,接著這條 又是,要找 x 今次就是 5 邊形 我們就把 5 直的內角加起來 就等於 5 減 2 再乘 180 度 因為今次是 5 邊形 所以這裡就代入 5 字 原因 angle sum of polygon 化解這條 equation 前面有 3x 再加 225 度 就等於 540 度 3x 就是 540 度 好,接著到這條 現在這個圖就說明是一個 regular hexagon 這個字非常重要 這個字給了兩個資訊 第一就是 全部 interior angles equal 第二個資訊就是 全部的邊場 同樣 二過 所以這裡就可以記錄 這裡其實 所有的內角都是 y 你可以寫 6y 等於 今次這裡是 6 邊形 所以是 6 減 2 成為 180 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6y 就是 720 度 y 就是 120 度 好,到這條 A,B,C,D,E 是一個 regular pentagon 找 A,B,E 這個角 又對了 看到 regular這個字 即是說 全部的 interior angles 一樣 所以你可以記錄到每一隻 都是一樣 OK 另外,你要找這隻 就用兩滑 OK 還有,有第二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全部邊場一樣 就是 ALL SIZEQUAL 這樣 抹下 所以你可以假設 其中一隻的內角 譬如叫世界A 這樣才算 你可以寫 5A 等於 5-2 邊的數目是5 所以就要代5 5-2 乘18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你計算 你計算到世界A 就是108度 好了,接下來 你現在考慮這三個型 A,B,E 頂上這隻就是108度 而你知道這是 regular polygon 所以AB等於A,E 也即是說 其實底這兩隻角 都會一樣 你就可以寫了 Angle A,B,E 等於 Angle A,E,B Base Angles Isocellus Triangle 所以你就可以了 透過這個方法 就找到 Angle A,B,E 就是把 180度 減頂角 108度 再除以 Angle A,B,E 就會是36度 到這條 A,B,C,D,E 是一個 regular 的Pentagon 所以 首先我們就 記錄了所有邊場一樣 另一方面 CDF 是一個 Eq Retro Triangle 等邊三角形 即是說 這個三角形 所有邊場一樣 留意 CDF 這裡有一條邊場 有一滑 剩下兩條邊場 都是這樣一滑 所以 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就是 這個三角形 B,F,C 在一個 Isocellus Triangle 我們現在要找的角度 就是 C,B,F 這一隻 那 做法是怎樣呢 首先 我們知道 這裡的黑色成大隻 就是 108度 我們把這個五邊形 內角總和 5-2x180度 即是540 再除5 就知道每隻108度 另外 我們就知道 綠色這隻 就是60度 因為 這是一個 等邊三角 F,C,D 所以每隻內角 就是60度 然後 剩下 藍色的 就是黑色這隻 108度 減綠色這隻 60度 藍色這隻 就48度 我們先寫這些資料 先看看 展示 Angle Boyce Dock 乘5 就等於 5-2x180度 Angle Sum 所以 angle by c dot 就是 108 度 另外就加上這句 angle f c dot 就會是 60 度 原因 property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所以 angle by c dot 就是 108 度 再減回綠色的 60 度 即是 48 度 然後我們就考慮一下這個三角形 b c f b c 和 c f 一樣長 然後這個 vertex angle 48 度 因此我們知道這兩隻底角都會相等 angle c point f 等於 angle c f point 原因 base angle isosalus triangle 因此最後 angle c point f 就會是 180 度 減到頂角 48 度 再隨意 即是 66 度 然後這條 a b c d e h 是一個 regular hexagon 和 a h f g 是一個 square 找 h e f 這一隻 其實也不難計算 我們就知道 這個 regular hexagon 這六條邊一樣長 另外 a h f g 是正方形 所以四條邊長都一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先找了這隻角 我叫世界 a 而這邊這隻就 90 度 我們就寫了 6 a 等於 6 減 2 乘 180 度 原因是 angle sum of polygon 所以 a 就是 120 度 而另一方面我們就可以找到 藍色這隻角 angle e h f 加黑色這隻 即是 120 度 再加另一邊的 square 即是 90 度 就是 360 度 整個圓 全部加起的角度是 360 度 好 Angles at a point 所以 angle e h f 就是 150 度 我們就可以看到 研究一下下面的細三角形 H e f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這兩條一樣長 而另一方面 我們就知道這隻有 85 度 OK 我們就知道 底角這兩隻就會相等 Angle h e f 等於 angle h f e Base Angles Isocellus Triangle 因此我們就知道 Angle h e f 就會是 180 度 減 150 度 再除 2 即是 15 度 到這條 那就是要計算 x 和 y 分別是多少 這裏就麻煩在 有兩個微枝數 所以你有兩條 equation 第一條 equation 就是用一個平衡線 A e p l c d 所以黑色圈著這兩隻角 加起來就會 180 度 x 加 y 等於 180 度 A e p l c d 所以 y 等於 180 度 減 x 我們就叫這條 equation 1 另外 equation 2 怎麼來呢 就是 紅色圈著這五隻角加起來 就等於 540 度 Angle sum of polygons 這五隻角加起來就是 5 減 2 再加上 180 度 Angle sum of polygons 所以 2x 加 5y 等於 540 度 我們叫 equation 2 我們就叫 equation 2 這裏 我們就可以 substitute equation 1 2x 加 5y 等於 540 度 x 加 5y 等於 540 度 減 120 度 即是 60 度 所以就出到 x 等於 82 度 y 等於 60 度 這個就是關於 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多邊形外角總和 OK Polygon 那什麼叫做外角呢 首先我們就要 先把多邊形外角畫出來 這就是多邊形外角 那什麼叫做外角呢 就是由紅色這些邊形外角 伸一條出去 這隻就是外角了 即是這裡就是 x 其中一條邊這樣伸出去 60度這隻又是外角 這樣伸出去 這裡又是一隻 這裡伸出去 71這隻也是 好了 至於 109 這隻是否呢 就不是了 因為你發覺 它要伸出兩條出來的 可以嗎 伸出兩條出來的 這隻就不是了 OK 那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做的就是 找回 旁邊的這一隻 將 180 度 減回 109 度 即是 71 度 那這隻才是 exterior angle 所以你的寫法就是這樣的 我當作這隻叫做世界A OK A加 109 度 等於 180 度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A就是 71 度 所以 x 加 60 度 加 88 度 加 71 度 加 71 度 加 71 度 就一定等於 360 度 任何多邊形的外角總和 是等於 360 度 這個數不變的了 任何多邊形的外角總和 就是 360 度 OK Sum of exterior angles of polygon 這個 我們就再化檢下去 OK x 加 88 度 加 71 度 加 71 度 即是 90 度 加 1 840 度 230 那就等於 300 x 就會是 70 度 好 到這條了 以知一個 regular的 anti-polygon 它的內角 是 4 倍於它的外角 找 x 找 n 好 我們看看 解釋有一個多邊形 我現在就把這個多邊形 其中一條邊延伸開去 藍色就是外角 紅色就是內角 外角是外角的 4 倍 所以如果外角是世界 x 的話 裡面的角就是 4x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x 加 4x 等於 180 度 然後 x 就是 36 度 當然 人家可能會問你 x 是甚麼 那就當然要自己畫圖 x 就是這個 Ambient 的外角 如果沒有這個圖 你就可以自己畫 x 等於 exterior angle of the regular anti-polygon 即是自己假設個未知數 你算到 x 是 36 度 不知是甚麼意思呢 一隻外角 36 度 現在 n 隻外角 全部加起的話 就會等於 360 度 原因 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the polygon 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the polygon n 就是 10 這個就是正十邊形 我們看看這要怎樣做 這個圖 ABCDE和 ABXYZ 都是兩個 identical 即是全等 完全一樣的意思 regular 即正 PENTAGON 即是五邊形 甚麼是正五邊形 即是全部邊場一樣 左邊的六條邊場一樣 AB 即是一條大家都擁有的邊 即是這裡這麼多的邊場都一樣 另外 每隻內角都一樣 譬如這隻我叫做世界X 這裡每隻都是X 而因為左邊和右邊的五邊形 完全一樣 所以這裡也是 右邊這裡 五個都是X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 5X 等於 角的數目 或者邊的數目 減2 然後再成分180度 就是內角總和 Angle sum of polygon x 就算108度 然後再想一下 Point A 我們就可以找到 藍色這隻角 OK 2X 再加上藍色這隻角 就是360度 Angles at a point 即是EAZ 你只要把360度 減108度 兩次 得到 Angle EAZ 就是 144度 而另外 因為 EA等於 AZ 所以Angle AEZ 等於 Angle AZE Face Angles Isocellus Triangle 簡單來說 就是 紅色這兩隻角 會相等 所以 Angle AEZ 就會是 180度 減 藍色那隻 144度 再除以2 即是 18度 看看這條怎麼做 在這個圖 ABCDEFGH 是一個 正八邊形 正八邊形 Regular 這個字 即是 全部 邊長 都一樣 以及每隻內角 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計算 Each Interior Angle 就等於 8-2 180度 再除以 即是 135度 這隻 這隻 135度 這隻 又是 135度 然後 除了 角度 一樣 之外 另一種 就是 Boisy Dog 是 Isocellus Triangle 也就是 其實 這邊 也是 X 所以 X 就等於 180度 減 135度 除以 22.5度 同樣道理 右邊也是 22.5度 同樣道理 右邊也是 22.5度 OK 這兩隻 和 C Boy 和 Gord Boy 都是 135度 所以 紅色這兩點 這兩隻 是全等的 既然全等之後 就知道 第一 這兩條 B 一樣長 第二 就可以計算到 藍色這兩隻 就是 整隻內角 135度 減了 紅色那隻 22.5度 即是 112.5度 這邊也是 12.5度 好了 既然這兩個 三個人 又是全等 之後 留意 這兩個 藍色這兩點 這兩個三個人 Boy.E 和Boy.HG 又是全等 即是說 其實這隻 也是2隻 可以嗎 還有 Boy.E 等於 BG BE 等於 BG 到最後 看看 這兩個 綠色的 三個人 我現在點一下 Boy.E F 和Boy.G F 一條 一條 藍色的兩條 一條 E F 等於 FG 所以這兩個 綠色的三個人 也是全等 即是說 這隻 CBA CBA A 有很多條線 畫出來 1 2 3 4 這裡 有X 這裡有Y 這裡有Z 還要差一條 1 2 3 4 5 1 2 3 4 5 這隻 就是X 這隻 Y 這隻 Z 我們就知道 藍色這隻 就是Z 綠色這隻 就是Y 然後 這隻 X 就是22.5 好了 我們知道了 2X 加2Y 加2Z 就是135度 所以 X加Y 加2Z 就是135度 除2 X加Y加2Z 就是67.5度 整條數就完成了 看看這條怎麼做 現在就說 The sum of the exterior angles 多過一個 從未全部加起來 其實就是360度 所有多邊的外角總和是360度 Of a regular ensemble angle Is 3 times 一隻 interior angle OK 沒有X 所以 我們就可以知道 Each interior angle 其實就是360度 除3 即是120度 即是每隻內角的8二度 OK 好了 一隻內角的8二度 現在是regular的ensile polygon N隻內角是120度 乘N 這個就是內角總和 Sum of all interior angles 即是甚麼 N減2 乘180度 用反共識 120度N 等於180度N 減360度 然後 計算 60度 乘N 就是360度 N 就是6 即是六邊形 如果說六邊形的話 一隻內角是82度 外角即是一條邊場滲出 就是60度 60度 60度 這邊也可以 60度 60度 以及最後一隻 60度 即是這六隻角加起來 60度乘6 等於360度 也就是內角的3倍 一隻內角的3倍 這邊要找回A B C D E F 這六隻角加起來多少 我們盡量想辦法把所有角度 放入同一個四邊形 我們看這裏 D C 加上這隻就是C加D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跟著 E C加D 加上這隻就是C加D加E 又是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然後最後考慮一下 藍色圈著的這四隻角 加上這四隻角 加上這三百六十度 加上這三百六十度 因為在四邊形中的四邊形中 所以我們就寫 就是 我叫這隻做X 裏面這隻叫Y 我們寫 X等於C加D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另外 Y等於X加E 又是A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所以Y等於C加D加E 另一方面 藍色的幾隻角 即是圈著的幾隻角 A加B加F加Y 就是360度 Angle sum of polygon 這個360度 4邊形中 減2 成為180度 OK 所以A加B加F加C加D加E 就是360度 再寫好 這樣就完成了